在我的家乡每到过年 家家户户都要吞很多猪肉 用特殊的方法把猪肉储存起来 做一次可以吃一年 大家好,我是超子 花100块钱买了10多斤猪肉 今天教大家做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 腌肉,不用放冰箱储存 风雨独特,这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也没有见过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买回家的新鲜猪肉 先切成小块,用喷枪喷一遍 去毛去腥 全部处理好以后,放到清水中 浸泡两三个小时,跑出血水 泡肉的同时,水中放入两小勺盐 用刀把漆黑漫糊的外皮刮干净 利用泡肉的时间 准备一些小料 一块生姜,拍云拍碎 大葱,同样用刀拍一下,切成长段 切好以后,一同放入盘中 攒了几个蒜子 两个卤肉两包,里面有八角 花椒,白纸,小温香等等 可以有效的取清增香 攒了几个干辣椒 泡好的猪肉,放入大一点的锅中 加入我家的茶姜水,水没过猪肉 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 放入准备好的香料以及葱姜蒜 少许毛毛盐入底味 一勺生抽,增加香味 四五粒冰糖,提鲜中和味道 再放入一大勺花椒酒或者料酒 盖上盖子开中小火,炖慈15分钟 过大年,囤好货 1月15日到2月20日 上平安好车主APP周年货节 一元囤特伦酥,冰糖城,腊肉等地道年货 更有100元加油券免费抢 参与活动有机会瓜分,百万服务神券 急扶签抢龙年足金黄金 宁元吃喝玩乐,过大年 雄味中国年,一块过好年 时间到,掀开盖子,满屋飘香 肉无需煮的太老 煮之肉,用筷子能扎动就可以了 煮好的猪肉,烙出来稍微凉凉 糖膝,很多人都见过吧 这可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的零食 其实,这就是麦芽糖 麦芽糖或者蜂蜜放入温水中化开 咱们炖一个糖水,主要是给猪肉上色 煮好的猪肉,放入糖水中 冷静三秒,滚一滚,沾满糖水 然后再烙出来,稍微控下水分 下一步该走油了 起锅,做宽油,开大火把油温 烧至柳气盛热 鸣枪一朵,按键难防 猪肉下锅的同时,迅速盖上盖子 防止渐伤,开大火炸鱼两分钟 炸至锅中没有声音 猪肉上色以后,烙出来控油 经过走油以后,颜色不仅好看 而且猪肉吃起来就不会太腻 接下来,找一个祖传的毯子,清洗干净 用高度白酒擦拭一遍 底部撒上一层盐 放入炸好的猪肉 一层猪肉,一层盐 按顺序放入罐中 记得小时候,盐肉都是用粗盐 细盐的话,就稍微多放一点 炸肉的油,晾凉以后 倒入罐中封油 要想腌好的肉,酒放不坏 油一定要没过猪肉 腌好的猪肉,吃一年都不会坏 蒸着吃,炒着吃,做腌肉面 那真的是太香了 学会的朋友们点赞收藏,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